刚下飞机了 哪边来的 加拿大 四大乡活体螃蟹一道货 就立刻运到市场 迎接农历年 半年获得人潮增加 摊贩老板生意比平日好两成 12点左右起床 凌晨 平常收摊都大部分一两点 那现在收完大约都三四点 台北冰江市场的年货大街 活动举办到1月31号 现场有超过200个摊贩 而农历年又碰上周末假期 业者预估六日人潮将会达到高峰 尤其疫情升温 有些人不敢去餐厅 就多买一点食材 自己料理 只是无价涨翻天 半年货也明显感受到荷包缩水 像是过年必备的白昌 一斤八百元比去年贵一百 数量稀少的鲁鱼一斤一千二 涨三百元 冷冻名下一斤也涨一两百元左右 另外只要是进口生鲜 受到疫情塞港影响 价格都有调整 雪场屑比较贵一点点 差不多两成运费提高 所以就反映到成本了 虽然物价涨幅惊人 但是迎接农历春节 民众敢不敢花 从半年获得人潮就显而易见 TV的新闻是孟杰 吴树尔泰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